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的星星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由好莱坞鬼才导演大卫芬奇导演的悬疑金总片《心理游戏》 男主角尼克是一位亿万富翁 与前妻离婚之后,他就独自住在空旷的豪宅里头 除了家里的保姆,他几乎没有生活上的朋友 这天他接到了一位神秘人的邀约 这位名叫看更多屁股的先生,邀请他共进午餐 屁股先生很明显了解尼克的个性 直到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才能成功打动尼克 尼克在城中最好的酒店定下了席位 很快他就发现这位屁股先生,其实是他的弟弟康拉德 今天是尼克的生日,康拉德特意为哥哥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这是一张名为CRS的公司名片 CRS专门为客户提供休闲娱乐活动 但是究竟是怎样的娱乐活动,康拉德并没有说明 他只是叮嘱哥哥一定要联系公司 回家之后尼克接到了前妻打来的祝福电话 尼克略带酸印的朝妻子说道 现在是11点40分,你差点就错过了今年的生日 可以看出来,虽然尼克有着亿万富翁的骄傲 但是内心深处其实是很在乎前妻的 男人在聊天中谈起了尼克的弟弟和父亲 这让尼克想起了一些不痛快的陈年往事 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跳楼自杀了 这一幕也成了尼克心中回之不去的阴影 这天尼克和生意伙伴谈完生意之后 意外的发现弟弟给他介绍的CRS就在大楼的14层 一时好奇的尼克来到14层 CRS的副总裁给他介绍了公司业务 一项为客户量身定制的游戏 专门为客户提供他所缺少的东西 而且游戏无需参与者承担任何义务 他们可以随时选择退出 虽然尼克并不觉得自己还缺什么 但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他同意了这款真人游戏 游戏开始之前 CRS为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心理测试和身体测试 几天之后 他在一家富豪俱乐部听到有人在谈论CRS 尼克上前询问这个游戏究竟是什么 富豪却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抛给他一句圣经上的谏言 以前我是忙的 如今能看见了 尼克带着满头污水再次投入到工作之中 却在董事会的时候接到CRS公司打来的电话 来电声称 公司已经完成了他的资料评估 结果是他被拒绝了 然而 他很快就发现这个电话只是游戏的开始而已 尼克回到家中 发现院子里居然躺着一具尸体 父亲跳楼的这一幕又在尼克脑中闪过 他上前查看尸体 这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具小丑模型 尼克将小丑带回屋内 发现小丑嘴中含着一把带有CRS标识的钥匙 此时电视上也出现诡异的一幕 电视主持人就像能看见他一样 开始和他对话 主持人告诉他 游戏已经开始 他将不时接到来自CRS的钥匙 这些钥匙将是继续游戏的关键道具 在主持人的提醒下 尼克终于发现 原来主持人是通过小丑眼中的微型摄像头 来监视他的活动 尼克破坏了小丑的监视系统 电视画面也随之恢复了正常 但是 这个噩梦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 尼克乘坐班机来到了老部下安森的公司 安森是尼克父亲的好友 是尼克旗下集团的重要工程 但是由于安森职上的公司经营不佳 尼克决定解雇这位老工程 为了成功逼退安森 尼克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大笔黎智精 然而当他尝试打开公文箱时 却发现箱子竟然打不开了 就这样 尼克不得不暂时搁浅了这次谈判 走出办公室的尼克大发雷霆 他再次来到和弟弟聚餐的酒店 询问服务员 弟弟康拉德是否有留下新的消息 又在服务员查询的时候 尼克却被忙着了女服务员克里斯汀 撒了一身的酒水 克里斯汀因此而被解雇 尼克换到另一个酒桌 陌生的服务员却交给他一份文件 让他去获取克里斯汀的身份信息 尼克迅速追了出来 愤怒的克里斯汀却不太搭理他 就在尼克走到街角的时候 路上却突然倒下一位老人 克里斯汀一边给老人实施急救 一边让尼克拨打120 此时恰巧街边有警车路过 一番求救之后 老人终于被送上救护车 然而警察却以调查为由 要求尼克一同前行 等到尼克到达目的地时 却发现这一切都是CRS做好的局 大楼灯光迅速熄灭 医务人员也全都消失一空 尼克和克里斯汀来到电梯间 却发现电梯无法启动 尼克想起了CRS给他的钥匙 他将钥匙插入钥匙孔 终于成功启动电梯 然而电梯走到一半 却再次发生故障 两人被卡在电梯间里头 尼克打开电梯顶盖 这才和克里斯汀一起逃了出来 更让他惊异的是 他所在的楼层 竟然就是CRS公司所在地 很快 两人的行动便触发了公司警报 克里斯汀和尼克夺路而逃 警车在后头紧追不舍 猎拳也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 两人爬到楼梯上面 总算是避过了警犬 他们顺着楼梯一路前行 最后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条死路上面 无计可视的克里斯汀决定舍命一搏 纵身一跃跳进了楼下的垃圾桶里面 尼克也如法炮制 幸运的是垃圾桶里的气囊 让两人成功活了下来 逃过一劫的尼克带着克里斯汀来到办公室里头 全身恶臭的克里斯汀顺便在这里洗了个澡 之后尼克便送他离开了这儿 临走之前克里斯汀却告诉尼克其实是有人给了他400块 让他故意将酒水洒在尼克身上 很明显这一切都是CRS游戏的一部分 但是游戏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尼克回到家中大睡了一觉 秘书的电话将他从睡梦中唤醒 日行酒店那边发来留言 说尼克的交通卡已是在酒店前台 尼克检查钱包后发现交通卡确实不一而非 尼克来到酒店领取自己的交通卡 前台告诉他有一位年轻女士已为他订好房间 尼克向前台索要房卡 前台却说房卡昨天已经给他 尼克掏了掏自己的口袋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张房卡 尼克来到房间里头 却在里面发现了大量验照 桌子上还残留着大量毒品 尼克赶走了前来打扫的清洁工 赶紧将房间收拾了一番 手指在打扫时被不慎割伤 马桶中的水也不停涌了出来 尼克收拾完房间后赶紧离开了现场 然而车开到半路 他就发现有人在跟踪他 尼克故意将车子开进巷子 在里头堵住了跟踪者 跟踪者的身上还带着一把手枪 尼克抢来手枪 吓跑了跟踪者 到底是谁受了这么一个局 想要陷害他呢 尼克首先想到的便是老部下安森 他来到酒店 劈头盖脸的骂了安森一顿 然而安森却告诉尼克 他已经签署了离职协议 即将离开公司 享受退休生活 尼克这才意识到 酒店的这个局也是CRS的游戏 他让律师去查CRS的底细 然而却发现 连他当初签署的弃拳书 都是用隐形墨水写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连停止游戏的权力都没有了 艳照上的红色轩围 让尼克想起了前天晚上的克里斯汀 于是他让秘书去查询 前晚的出租车 以及克里斯汀的地址 与此同时 他还在酒店的兴风中 发现了一个小摇把 尼克小心翼翼的收好摇把 开车回到了家中 豪宅里似乎有被人侵入的痕迹 他刚走入大厅 房间里就响起了悬脑的音乐 平静下来之后 尼克果断选择了报警 就在此时 康拉德却找了过来 两人开车离开了豪宅 康拉德的精神极为紧张 他已经被CRS的游戏 折磨得不像人样 而且无法停止游戏 汽车开到半路上 诡异的爆了胎 尼克去后备箱寻找修理工具 康拉德却在汽车杂物箱中 发现了大堆CRS钥匙 他认为尼克和CRS是一伙的 两人大吵一下后 闹得不欢而散 由于汽车爆胎 尼克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 然而出租车还没开出多远 尼克就发现这是一辆黑车 司机载着他一路狂飙 之后便汽车而去 尼克随着无人驾驶的汽车 冲进了河中 眼看就要葬身海底 尼克想起了CRS和他们的游戏 这个坠河游戏的钥匙 正是之前在信封中发现的扳手 尼克用扳手打开天窗 总算是逃出生天 闹了这么一处之后 尼克再也坐不住了 他带着警方来到CRS公司大楼 然而却发现那里早已扔去楼空 警方也没有查到任何有关CRS公司的信息 突然之间 CRS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现在唯一的线索就直升克里斯汀 女秘书打来电话 说他已经查到了克里斯汀的地址 尼克来到地址处 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克里斯汀 他取出之前酒店里的验照 质问照片中人是否是克里斯汀 然而克里斯汀却说他认错人了 趁着克里斯汀去换衣服的空档 尼克迅速搜查了房子 发现房间中的一切都是伪装出来的 尼克让回来的克里斯汀打开相框 克里斯汀去小声提醒他 烟雾警报器上有摄像头 克里斯汀本想带尼克离开 怒不可遏的尼克却一把砸烂了摄像头 此时CRS武装部队赶了过来 开始朝着房间疯狂设计 克里斯汀和尼克赶紧从小路逃离了现场 尼克一边开车一边逼问克里斯汀 关于CRS的真相 克里斯汀告诉尼克 CRS其实是想通过游戏来窃取富豪的财富 就在两人同去办公室的那晚 他已经窃取了尼克的电脑密码 而他的其他账户密码 也已经在CRS的心理检测中暴露了出来 尼克听到这儿赶紧拨通了银行电话 电话要求尼克提供查询密码 就这样尼克在慌乱之中 当着克里斯汀的面说出了自己的银行密码 查询结果显示 他的账户已经被细节一空 慌乱的尼克带着克里斯汀来到临终小屋 他向律师告知了账户被盗的事 然而律师却说 他已经反复查询过尼克的小金库并未减少半分 此时尼克开始感觉一阵眩晕 克里斯汀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所谓账号被盗也是一个局 CRS中途拦截了尼克的电话信号 目的就是让克里斯汀从尼克那里获取密码 发现真相的尼克晕倒在地 克里斯汀也离开了现场 等到尼克醒来之时 发现自己被埋进了一座墓碑里头 四周的场景显示 这里并不是他熟悉的那个灯塔国 尼克找去了美国大使馆 这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墨西哥 因为证件都被拿走 大使馆不相信他是米国公民 尼克兑换了手中谨慎的金表 最后乘坐廉价便车回到了旧金山 然而当他回到豪宅市却发现 豪宅已经被挂牌拍卖 他的银行账户也变得空空如也 这一回他真的变成了穷光蛋 落魄的尼克找到前妻 向他借用汽车 却凑巧发现 之前见过的CRS副总裁 原来是一名演员 尼克依照广告中的线索 找到了副总裁 副总裁却说他也只是拿钱办事 他根本不了解这个CRS公司 尼克拿着枪 逼迫副总裁带他去见幕后主使 副总裁带着他来到一间大楼 前面游戏中的许多角色都聚集在这里 其中就包括克里斯汀 尼克持枪劫持了克里斯汀 此时保安围了上来 开始朝他射击 尼克带着克里斯汀逃到楼顶 逼问他幕后主使究竟是谁 克里斯汀却又来了一个反转 说这一切都是游戏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一切都是游戏 CRS早已做好了所有的安保措施 确保尼克不会有生命危险 大门那边也不是什么保安 而是康拉德为他准备的生日宴会 此时的尼克已经无法分清真假 他拿枪对整了铁门 随着大门被打开 康拉德也在枪声中倒地 尼克意识到自己亲手杀死了弟弟 失去一切的他变得万念俱灰 最后竟然踏上了父亲的老路 就这么从楼顶跳了下去 原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CRS早已设定好的 包括尼克的跳楼也是计划之中的事情 康拉德的死也只是伪装而已 他告诉哥哥 这就是为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死过一回的尼克恍若脱胎换骨一般迎来了新生 来宾们纷纷祝他生日快乐 尼克追上离开酒宴的克里斯金 向他表示谢意 两人很自然地碰撞出了爱的火花 影片也就此结束 心理游戏是大卫分析所有作品中并不那么起眼的一部 但是其精彩程度仍然是无与伦比的 全片节奏紧凑学念重重 分析用一个又一个反转挑战着观众的底线 直到尼克的最后一月 我们才真正看清了事情的全貌 影片的一条重要影线便是尼克父亲的自杀 精神分析学认为 童年时代的创伤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尼克也盖目能外 作为兄长 他很早就担负起持家的重责 他的形势变得果敢利落 但是却始终无法正确处理和周边人的情感关系 表面上他是风光无限的伊万富豪 实际上他的内心却处于一种阴郁的紧绷状态 CRS的游戏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口 在这个层层设计的游戏中 尼克将他的压力逐渐释放出来 直到最后一跃 他终于解开了那个最深的心结 尼克也就此迎来了新生 这样星星想到了那句著名的格言 战胜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体验自己的CRS游戏